好 相信大家已经有一段好的分享 那你会发现到 其实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你们可能都有提过的 或者略略都有提起 都有稍微谈一谈 那接下来的讨论呢 大家就会更加有这个的印象 那根据这本书的作者 他提出几个的图画 也是相当明显的 谈到神的同在 比如说一开始在圣经的记载 谈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本来世界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上帝创造 上帝创造到最后的时候 他造了人 把人安置在一个漂亮的园子里面 上帝供应人一切需要的 都在那个园子当中 我们看到圣经在那时候的表达 或者描述 我们看见神跟人的关系 是非常亲密的 我们发现到那个园子 包括神的到访 来去看人 好像朋友一样的跟人同在在一起 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在创世纪 特别是前面两章 显得特别的美好 那当然最进入世界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谈过 在这本书里面 德仁如意这本书我们也谈过 当最进入世界过后 我们就发现到 这一个神的同在 就被破坏了 神跟人的关系 就被罪恶带来一种的分开 一种的分离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 从创世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然后上帝把人放在一个的院子 我们就看到 他与人同在 这一个图画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 在圣经当中 或者一个重要的主题 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故事 就是出埃及 我们也提过这个故事 在出埃及 上帝带领一些人 离开埃及过后 在旷野那段的时间 上帝就吩咐摩西 要去打建这一个的会幕 英文叫Tabernacle 打建这个会幕 那这个会幕的象征 其实就是象征神的同在 那圣经告诉我们 当这个的会幕 当神临在的时候 那个会幕会充满荣光 表示上帝的那种的同在 那一个的会幕 也要成为以色列人的 在以色列的 当他们在旷野安营的时候 当我们读出埃及记 我们会看到那种的描述 以色列这一个的会幕 是在中心的 然后十二个支派的安营 就环绕着这一个的会幕 那我们看到 其实这表达神的同在 要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而整个会幕的核心 就是那一个的月柜 那月柜如果我们读 旧约出埃及记 一些的经文的时候 你发现到 那个月柜里面放着什么东西呢 其实月柜里面放着的 三样的东西 那都象征着神的同在 第一个月柜里面放着 那一个的石板 就是记载十戒的那一个的石板 那个tablet就放在里面 第二个放是什么呢 放一罐的玛拿 上帝吩咐摩西要收集一罐的玛拿 因为当这个玛拿呢 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就没有了 当他们还在旷野的时候 收集一罐的玛拿 将来要 这个就放在月柜里面 那这个玛拿也象征着神的同在 神他自己的供应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可能大家印象可能不是那么深刻 第三个在月柜里面的就是一根的杖 那根的杖呢 是发芽的杖 那个是亚伦的杖 当时以色列人当中 有一些人说 上帝怎么只选亚伦 或者只对摩西说话 那就有十二个支派的这些的杖 放在里面 发芽的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个领袖 就是亚伦 亚伦的杖就发芽 所以这个也放在里面 那表示说 这是上帝的拣选 上帝与以色列人的领袖 与他所拣选的这些的领袖 同工 与他所拣选的这些领袖同在 透过领袖 也表达与以色列人同在 所以我们看到 灰幕本身就是一个很明确表达神同在的 OK 这是那一个 这本书里面提到前面两个的图画 我也相当认同的 那 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情况 曾经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当摩西上西乃山 上面去领受法板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山下就拜偶像 我们知道见了金流度 那上帝很生气 在出埃及记第33章 就记载了这件的事情 我想好不好 组长可以带领大家 读一读出埃及记第33章 第1到第6节 出埃及记33章 第1 到第6节 然后也读第15到16节 我再讲一次 出埃及记33章 第1到第6节 15到16节 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 记载了一个的插曲 当 以色列人犯罪 拜金流度 没有等候上帝 上帝其实是打算 不再与他们同在 大家可以先读这两段的经文 13章 1到6节 然后15到16节 读完过后 大家可以快快地讨论一下 如果上帝不跟以色列人同在 那会有什么后果 大家讨论一下 大家用一些的想象力 如果神不同在 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好 我们暂时停在这边 大家先做一个讨论 然后我们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